佛伯乐没有跟他计较 只是把他给连跑了 出来后正好一辆车经过 鸡顿一把抓住就跳了上去 倒战后 为赚个小费 赶快跑过来给老板的开门 男下车后掏出一大把猫 也只是付了个车费 甚至还一把推开了鸡顿 鸡顿本想扶着车平复下心情 可这手一搭 呀 车跑了 把自己摔了个四脚朝天 这世道 连个吃饭的钱都没有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鸡顿开始寻短见 于是便趴到火车前 想结束自己的生 可没想到火车快要撞上来时 打停住了 甚至还掉了个头 这时又看到一个 可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机会 可绳子比较老火 想让箱子掉下来比较难 于是决定割断绳子跑过去 可还是慢了一步 这时又看到路边有人拽了一条绳子 便偷了一斤 决定上吊 这咋活着不容易 相似都这么难 晚上 看到马路上有车即将驶过来 便跑到马路中央 举起屁股 哎呀 原来是两辆摩托车 这咋玩 要不先到两口吃的吗 一个狡猾的服务员 怕别人喝他的威士忌 便在上面写了毒药 偷偷地藏到了柜子 但却被一心寻死的鸡盾给发现 鸡盾二话不说 跳进去 咕噜咕噜给喝了个痛快 很快就上了头 误打误撞地参加了一场动物园研讨会 在金钱的诱惑下和酒精的挥发下 他还自告奋勇地要抓住原内稀缺的动物 可他连枪都不会用 这时碰到一群猎人 一个女猎人上不去马 鸡盾便蹲下来把这姑娘送上了马 姑娘扭回头来 邀请鸡盾和他们一起去参加打猎 甚至还借给了他一匹马 可鸡盾连马背也上不去 研究半天 原来是自动的 鸡盾骑着马来找女猎人 看到他们在核对岸 自己只能骑着马过河 终于到岸上 看到其他人已经在狩猎了 自己也赶紧找寻起了猎物 但就是这马不好学习 想要用绳子把马套住 可套了半天 却不小心套了一只鸡 吓得他撒腿就跑了 这时其他猎人都已经打猎回来了 忽然一群劫匪冲了进来 把没有准备的猎人们给以往打尽了 鸡盾刚进门时正好看到这一幕 趁劫匪没发现他 他用鱼竿把劫匪的枪勾了过来 可人算不如添损 后面过来一个劫匪抓住了他 把他扔了出去 鸡盾在窗外看到胖劫匪 正要对他的女神图谋不回 于是愤怒地从窗户上跳了进去 还拿到一把枪 由于女神和劫匪靠的太近 怕误伤女神 他就用旁边的绳子做了个机关 然后调整好射击位置做好记号 把胖子引诱到射击位置 一郎 哎呀 枪没醒 只能又一次被劫匪低溜地扔了出去 胖子回来后继续强迫女猎人 正要得手时 突然他的手下冲了进来 破坏了他的好事 要和他分享今天的生活 鸡盾也不知在哪拿了一盒子弹 先是伪装下自己 然后悄悄地留紧骨子 把子弹扔进了火炉里 拉着女神就跑了出来 把门反腐 劫匪们被火炉里的子弹炸得四处躲上 跑出来后 鸡盾对了女神求婚 可女神指了指她背后 告诉她后面就是自己的丈夫 鸡盾顿时就傻眼 被女人的丈夫吓得跑到了浴室 女神示意她 让她从这上面跳下来 鸡盾也不是吓大的 于是换了一套勇 走到跳台下面 发现了一朵丝叶草 看到男人恶狠狠地看着她后 鸡盾把四叶草送给了女人 自己爬上了高台 勇敢地跳了下来 可用尽过猛 不小心跳过了泳池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还砸开了一个打洞 几年之后鸡盾穿着糖装 带着一家老小从洞里爬了出来 还给孩子们讲述自己 当初就是从这里跳下来 然后穿越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为什么 喜欢了 责碍 责碍 责碍